Eclipse 怎麼樣會亂 因為前幾個學期教的都是Eclipse Eclipse 也非常容易取的啦 我覺得他 我也有提供一個那個所謂的可惜版 這個可惜版我現在用最順手就4.22啦 而且你原件SDK不要去更新 因為一更新的話問題又多多 反正就用原來的 用起來還蠻順暢的 你不要只要不要亂更新就好 那這個4.22的版本 我剛剛已經有把它再放到那個雲端上 你只要下載解壓縮 打開Eclipse 就可以用了 非常的簡單 頂多就是要設定一個地方 就是在那個視窗裡面 而且它中文版 喜好設定裡面 有一個Enjoy 就是這個路徑 也就是說在那個視窗的喜好設定裡面 Enjoy的版本 你可能要瀏覽一下 找到你解壓縮出來 底下的那個 就是我們解出來一定是4.22嘛 那個Eclipse 4.22 然後底下會有一個 Android SDK的那個路徑 你要給它 按個套用 它這個就會出來了 那裡面的話 我大概就是放這些版本 這些這幾個版本 不過這個地方的話 要特別注意一下 就是說呢 這個 這個地方的話 因為我們好像之前是用那個 2.33的版本 然後呢 這邊的話 我們的版本就是說 另外還有一個版本是4.22 可是沒有一個版本是4.03 所以如果說你將來 要能夠正確的 匯入到那個 就是 Android Studio的話 你必須要有4.03的 SDK 這樣子跟我們現在 SDK的環境裡面 4.03可以match的話 才可能匯入成功 所以特別注意這一點 是還蠻重要的 那 這個版本好像跟我在 家裡使用的版本不太一樣 就是 插了一個那個 4.03的版本 所以你要確定一下 這個 Android SDK OK 這個我在 我放在雲端上面的版本 我是 很很確定是不是有沒有那個版本 那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 那個 我放 我自己 的電腦裡面的版本 是 4.03 我再確定一下 是不是我放在雲端上也是4 如果是 都是4.03的話 那匯入就很簡單了 比如說我試一次給各位看一下 假如說呢 我要能夠匯入成功的話 首先你要先確定幾件事 第一個就是說呢 你的原來的專案 比如說像我們今天類似的 Radio Button好了 CH05 Radio Button 你按下滑鼠的右鍵喔 有沒有在專案上面按滑鼠右鍵內容 你要先確定一件事情 右鍵內容的 Android的版本 是不是 4.03 如果是的話 那你就直接 就跳離就好了 如果不是 本來也許你的版本是 2.33對不對 請記住 一定要把它改成 4.03 跟那個Android Studio裡面的版本要match 不然的話 會匯入失敗 這點很重要 因為 有些同學買回去的書籍 都是那個 舊的Eclipse的範例 那如果我說呢 你的那個範例 像有些同學 只能 也許用Eclipse 開得起來 但是問題 你要Android Studio 開不起來怎麼辦 可能 還是需要 透過 Eclipse 幫你 做一個轉換 因為你如果轉換過之後的話 假設我按 套用 他就幫我改成 Android SDK 就是他的 SDK的版本 會先改成跟Android Studio一樣 第一個 那你可以把這個專案打開來 你可以看到這邊有個Library 它的Library就是 用4.03的那個Library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那你就是在那個 切到那個 Android Studio裡面 我先把它close 把這個專案把它close掉 那回到這個畫面嘛 這邊有個叫import project 有沒有 那你把它點擊下去 這個時候呢 我就找到 我現在那個 這個專案的 位置 那因為我的專案的位置 是在低疊底下 我找到我的 那個位置之後 往下找 找到那個Radio Button 這一個 點點開來 裡面 結構都有 OK 按確定 確定之後的話呢 你Next 然後他會問你說 那你需不需要我幫你做一些事情 那當然都要 所以全部打勾 按Finish 那你會發現 他大概花一下下的時間 我之前在轉一下 我發現還蠻順利的 他第一個 會幫你先 產生一個 Summary 就是 你轉完之後 大概有哪些東西 不過你大概看一下 只要沒什麼錯誤的話 就可以把它關掉了 第二個的話呢 你再點開 它的 基本的架構 是Android 你把它展開 上面有個App 你要第一個 先找到界面 到底有沒有轉成功 RES裡面的 這個 Activity 面 打開來看一下 畫面 有沒有出現 我把它放大一下 沒有問題 OK 第一個 畫面 成功 第二的話呢 我們的程式在哪裡 Java 點開來 MainActivity 打開來 程式有沒有過來 也過來了 其他要不要修改 好像這樣就成功了 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不過呢 我遇到 比較大的一個問題是什麼 就是那個 ActivityMain 它的那個 那個什麼 切到Tester 模式 裡面 有可能喔 就是說呢 它的那個什麼 轉過來的那個 編碼方式 有的時候 不是UTL8 是MS950 就是 看會用那個 Windows裡面的那個 編碼方式 那有可能會造成亂碼 那這個時候你可能要把裡面的編碼 再改過 實際上 做完之後沒有問題 就可以把它執行 我試過 在瀏覽器裡面 執行起來應該就沒什麼問題 所以這邊的話呢 把它執行 丟過去 比如說執行到 這個磨擬器裡面 應該就沒什麼 太多問題 所以 前面有同學有問到 有關那個 Eclipse裡面 怎麼樣去 可以快速的幫我把那個 專案匯到 這個 這個 Android Studio 主要是這個地方 所以 如果有對於這個問題 有興趣的同學 或者是 你可能對那個 轉換的部分有問題 可以試試看 在radio button 記得按右鍵 內容的時候 注意一下這個 就是它的那個 版本的部分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那個422的這個版本 我剛剛有把它放在那個雲端上面 就在我的雲端白板裡面 你這往下找應該會看到 Eclipse 422這個 那這裡面的話呢 檔案蠻大的 那還有一區吧 如果有需要的同學 可以再把它下載 另外我剛剛還有放上去一個就是 Eclipse 11 剛剛之前有同學好像有提到 要架那個 JSP的話 架JSP 那我之前有交過 JSP 那就是用 Eclipse 11 這個版本 它裡面就可以開發 那個 JSP 而且裡面已經設定好那個 Toncat 就是 那個JSP的server 直接run 不過 這個環境 難度也還蠻高的 蠻花時間的 如果有需要的同學 可以試試看 呢 喔 Toncat 喔 Toncat